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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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公司的股份 由20%降至7% 原本7%的股份 何满旗也能承受 但一个女人的出现 彻底打破了何满旗的底线 1986年 何鸿生参加了 由三哥 何鸿展 三嫂丁玉珠举办的私人舞会 他们安排舞蹈老师梁安琪 作为何鸿生的舞伴 因为梁安琪舞技高超 何鸿生对他印象深刻 随后 何鸿生参加舞会 都邀请这位比自己 年轻39岁的舞蹈老师 做自己的舞伴 这舞一起跳得多了 何鸿生就动了 将梁安琪收入后宫的心思 1989年9月 何鸿生以梁安琪的名义 购置了寿山村道26号独立洋房 两人开始同居 而这也意味着 何鸿生以这种形式 向外界宣布 梁安琪是他的四姨太 与很多嫁入豪门 过着安逸生活的年轻女子不同 梁安琪对做金丝雀兴趣不大 她要介入何鸿生的生意 进入商界 进入何鸿生的公司后 梁安琪涉足何鸿琪掌管的领域 还抢走了何鸿琪在普京开铺的专利 面对梁安琪的司马昭之心 何鸿琪找到何鸿生理论 何鸿生以公司需要年轻人 需要新鲜血液这样的话来搪塞他 于是何鸿琪就说 既然公司需要年轻人和新鲜血液 他希望他的儿子麦顺明 能加入奥鱼的董事局 接管自己在奥鱼公司的股份 对于何鸿琪的这个提议 何鸿生不仅没有采纳 还张嘴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新的提议 他说希望他能将他的股份转卖给梁安琪 何鸿琪大怒同样选择了拒绝 此时何鸿琪也很清楚 他必须做点什么 否则属于他的权益将很快全部丧失 此时距离他被何鸿生要挟 控制已经40年 何鸿琪不仅自接乱伦缠子丑闻 还将何鸿生告上了法庭 他指控何鸿生40年来 以家族丑闻相要挟 逼迫自己放弃股权 进而骗取了上亿美元资产 他还指责何鸿生伪造文件 导致自己利益受损 要求彻查公司账簿 并且声称 奥鱼公司还欠着他过去5年的分红 约合30亿港元 而且他认为 何鸿生能够有今日这样的商业帝国 依赖于他当年给的200万投资 面对妹妹鱼死网破斑的进攻 何鸿生反击的也丝毫不手软 他直言何鸿生对他进行了诽谤 经过他的运作 2002年 何鸿生被撤去在奥鱼公司的一切管理职务 2005年 何鸿生遭奥鱼公司股东大会除名 2008年 何鸿生阻止何鸿生的奥伯公司上市失败 在奥伯公司上市那天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何鸿生直言 奥伯的上市是真金不怕红如火 我是一定要剥掉石姑娘的牙 今天能上市就是证明邪不胜正 至于那般搅屎棍 那就让他们去搅吧 此时 何鸿生何鸿齐早已兄妹情断 直到何鸿齐去世前 两人都没有和解 当何鸿齐和何鸿生的恩怨 在2008年告一段落 何鸿齐的烦心事却没有结束 2009年 已经改名为何东顺鸣的麦顺鸣 要和妻子陈复生离婚 对于陈复生这个儿媳妇 何鸿章很认可 可对于何东顺鸣 烂泥扶不上墙的状态 他非常不满 因此当何东顺鸣要和陈复生离婚 他大骂他抛弃弃子 甚至气得否认 何东顺鸣是他的亲生儿子 还要求对方归还当年赠予的钱款 此话一出 另一边的何鸿齐气到晕厥 直言被羞辱 当即表态 自己早已还清那200万 根本就不存在欠款一说 何鸿章的身家何其凶厚 又怎么会真的差那200万呢 他之所以如此 不过就是想让他那个 不争气的儿子 何东顺鸣低头认错而已 但何东顺鸣 或许注定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不学无术也就算了 而且还是个目无尊长的逆子 到底还是让何鸿章的期望落了空 闹到这般地步 2017年何鸿章离世的时候 还留下一言 说自己想同何婉琪 以及儿子何东顺鸣 见最后一面 可惜等到葬礼结束 母子俩都没有出现 只是托人送来了个花篮 历经了众叛亲离的亲情和爱情之后 他早已伤透了心 爱了70年的男人 因为儿子何东顺鸣 而选择同自己翻脸 亲哥何鸿章 为了心宠 直接将自己亲妹妹 赶出公司董事会 一重又一重的沉重打击 终究毁了何婉琪的后半生 也毁掉了她 原本最向往的爱情和亲情 2018年6月5号 何婉琪在阳和医院病逝 终年95岁 而这位一生 满是跌宕起伏的 其女子的临终遗言 竟是要求何鸿章归还欠款 曾经手足情深的兄妹俩 如今走到这样的结局 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回关何婉琪的一生 她的前半生风光无限 可谓是一路开挂 商业上她是当之无愧的其女子 但感情上 确实是打实的失败者 这场布伦之恋 终究让这位 曾经叱咤澳门的一代传奇女性 落了个凄凉下场 假如人生可以重新来过 不知她是否还会出生在 深似海的豪门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